第一次上課,我們就開始來看Python的程式入門 所以前面會有一個程式入門,到Jungle架站 程式入門是上學期的部分 也就是把上學期我們做過練習 其實這學期會把它放在我們的網站上面 也就是本來我們是在那個執行的話是在那個Python的下方 有沒有,顯示結果 但是這學期的話就是在網頁上面能夠跟人家互動 就是說將來的話,這個就是你開瀏覽器 打一個網址,網址上去之後的話,你要做任何互動的東西 比如說上學期我們有那個什麼拆數字遊戲 或者說一些其他的練習 反正練習都用BMI也可以,你輸入BMI,跳出你BMI的結果 這部分的話當然就會有延伸性的 等於是說本來你只能在你電腦上面run 現在的話就是直接延伸到你的網站上面了 就是一個網站的概念 基本上要怎麼做 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 裡面的話大概會區分成幾個重點 裡面的話我們大概基本上 原則上規劃會有這一些 包含就是說今天也許我們就是第一階段 先把這個Python的環境 跟那個Jungle的環境 把它做一個設定 那設定裡面的話呢 它有點像是一個什麼呢 拼裝,拼裝車的概念 也就是說呢,你所有東西都要去取得你需要的零件 然後呢,把這些零件都在一起 它就會變成一個新的東西 這感覺還蠻奇妙的 而這些零件都是免費的 應該不能講免費 都不用付費的 它是自由軟體 所以為什麼這些東西會受歡迎呢 因為基本上你只要不要用到 就是超過的某些功能 都是不用花費的 除非說你要把它商用化 就是你要拿它來賣給別人的話 那你要付錢喔 OK,你只要不要是有盈利行為的話 基本上它就是免費的 OK 所以這也是目前為什麼這個軟體這麼夯的原因 因為你如果用別的軟體 像Visual Studio 微軟那一套 Visual Studio也可以開發Python 不過 而且開發還蠻方便的 介面各方面都很OK 但是第一點 可能我就不能接 它安裝起來 你硬碟空間 好像之前我們有上過的課程 都知道 至少你30GB絕對跑不掉 而且要安裝很久 另外的話 你電腦要安裝 哇 非常非常多東西 你可能只是要開發Python 它卻把所有東西都幫你裝在電腦裡面了 那裝了哪些東西 你可能有些甚至你也不知道啦 但它的好處是說 它的圖形畫介面設計得非常棒 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可是我們需要的並不是那麼多的東西 所以如果不是那麼多東西 那有沒有一個開發環境 最好是又不用錢 前提是 當然你也不想花錢 因為像同學 崔強有提到那個Python 專業版是要付費的 它才能夠有那個圖形畫的功能 當然如果不需要花費的話 有沒有其他的方案 當然我們還是要把它找出來 所以這個課的價值就告訴你說 有沒有比較簡單的方法 盡量喔 我發現大家現在喜歡就是懶人式的啦 越懶人越好 就是什麼 就反正12345678 做完了 一個網站就OK了 對不對 不過要有人去把這東西做出來 書裡面也有講 可是它絕對不是12345678 它是亂跳的 你可能突然坐到這邊 然後後面突然又跳到哪邊 YouTube上面也有人教學啦 不過我發現那個教學也是 他也是照自己方法一直講 講完之後你還不知道他講到哪裡 天馬行空 而且把每個人都當專家 把每個人都當很厲害 講完之後你還是不知道他到底在講什麼 不然的話你就看國外的 我發現反而是那個美國人 美國那邊有蠻多的教學 或者是說印度 我發現那個印度人很多 會講那個Python 像Jungle這些東西 但是問題 你可能要聽懂他的印度式的英文 他講話就是有那個腔調 你一聽就知道他這個英文一定是很印度式的 不過當然我們如果是要簡單 而且要能夠比較輕鬆的話 我是建議我們後面我會給各位一些東西 再來的話也許我們會Python 也許上學期有些同學沒有特別學到 那像基本語法啦結構等等 也許我會提一下 他像回圈跟資料結構韓式等等的 那再來也許我們 不過這個中間這個恐怕 因為不是每一個同學都會是B 因為我們上學有講到 如果你上學有上課的同學 那你就回去複習 如果沒上課的同學 也許自己找一本那個 Python相關的基本書籍 先稍微K一下吧 那我們後面呢 就是會拿這些東西 上學期做過練習 再把它包裝之後變成一個網站 然後網站裡面的話的流程 就是底下的東西 比如說怎麼建立專案 然後怎麼樣建立一個APP 這個APP不是手機的APP 其實這個APP是應用程式 實際上就是在網頁裡面的一個程式 這個APP不是手機 然後與檔案的處理等等的 那另外呢 這一套東西為什麼特別 像PHP 目前你網頁上的那些技術的話 最熱門也許像ASP 或者像什麼ASP 單內車 或者是像JSP 那他跟這些技術 前面這三個剛好我也都教過 所以我來教這個課 剛好又補足一個 對我來說 我就比較 我的視野就比較是 不是單單只Focus在這裡 我就知道說 他跟其他之間的差異性在哪裡 這個我想也是你們必須要知道的 因為呢 大部分客戶都不會管說 你用什麼技術 他可能關心就是他做出來的結果 反正他看到他可以工作就可以了 對不對 那只是說呢 他這個技術 Jungle跟其他技術的差異點 最大的特色就是這個東西 試圖跟模板 view跟templates 那這個東西其實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因為他設計起來 感覺又比前面的更簡單 因為很多地方本來要寫程式的 那在這邊的話 他可以讓你不需要寫程式 這第一點 就程式數量可以減少 第二個的話呢 他有點像把它做模組化的 反正以後你就一個零件買來就好 比如說你今天要一個 一台電腦 假如說 他沒有上網功能 你就買個網路卡 插上去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重新再去設計說 這個網路功能要怎麼去把它寫出來 不需要 反正插上去 再來就是去做什麼設定就好了 像你插上去之後 可能像電腦 有些電腦可能要設定BIOS 你可能在那個開機的那個設定選項設定 這個概念也差不多 那試圖的話就是顧名思義 看得到的東西 那模板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他背後的一個像網頁的結構 不過這個細節部分 我們後面還會再跟各位做說明 反正你至少知道 反正他的特色 跟其他剛剛講過那些語言 最大的特色大概是這些 還有像資料庫 其實每一個 剛剛講的任何技術也會有資料庫 那資料庫怎麼使用 那這個概念 跟我們上學期那個SQLite還蠻像的 它背後其實也是用一個SQLite 有沒有 SQLite 資料庫其實重點 無論是網頁 無論是任何 反正一定會遇到幾個問題 就是怎麼樣把資料查出來 怎麼樣再新增刪除修改 反正不外乎就是這些東西 那只是你換個環境 你要把它實做出來 到底是一樣的 無論是你今天是做一個購物車好了 購物車如果你要買東西 那你比如說你要訂購 你就是新增 新增一個訂單 但他不會先新增到確定的訂單 他會先新增到暫時的那個資料表 等到他確定之後再新增到確定 結帳就OK了 他就是去拍新增 如果他不要了 他就把它刪除 如果他修改內容 比如說數量本來要一個 他變兩個 把它修改不就好了 最後他如果看到裡面 所有他的買的東西 就把它查回來 其實你會發現 用來用去 大概就是這些技術而已 你只要會活用 可以做出很多的系統 其他有像後台管理等等的 後面我們會有一些專題 這些東西 這些專題 你會發現 如果你之前有學過其他的課程 你會發現很多地方都一樣 只是我們把它實做出來 所以專題未來 我們這個課的最後一堂課 可能需要你做一點專題 不過請各位量力而為就好了 如果你實在有些高手 因為我這跟我學了還蠻久的同學 那你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做一個比較就是複雜一點的 如果不行沒關係 或者是幾個同學一起做也可以 我想我們這時候蠻彈性的 如果你實在做不出來沒關係 你就聽人家講也可以啦 所以最後一堂課千萬記得 就是如果你沒有作品也不要不來 像上學期有些同學沒有作品就離開了 實在讓我覺得很傷心 最後一堂課 反正大家就去去聊聊天也OK 所以最後一堂課 我們其實是在聊天的居多 這樣也不錯 因為學習最後其實還是會有一些 可能你不了解除了技術上 技術本身還有其他東西 那還需要有一些像 志同道合的同學 也許你可以就有一些激盪 或者是說不同領域 因為我們這邊很多同學 他可能領域不同 那也許他的角度不同 你可以給你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最後還有部署到這個 Hiruko這個 其實也免費的啦 你要把它放在網路上 能夠到